爸爸 我们为什么去当兵 你还记得吗 记得呀 导弹发射 火箭军也齐 震撼吧 震撼 要不咱们也不会去报名呢 都说当兵后悔两年 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我就是想锻炼一下自己 最起码对自己有一个交代 我不仅要当一枚核弹 还要当一枚高精的核弹 不仅要更高更远 还会更近 我就是想证明给大家看 我能当好人 我李源邦不甘心 我来就是要当火箭兵 我要当王门二手 我们穿上火箭军这个军队 我们今天是火箭军的一个大头兵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没日没夜地 出来这水泥洞的名 但是难 是辛苦 是非常不容易 是 是 可是这个世界总没有有人干 给自己增加一点维度 世界大不一样 马上就到退伍季了 作为大学生士兵的我 是留下 还是离开呢 我很负责任告诉你 我以后想留在部队里 咱们二七零旅 运动发射了九十九枚导弹 这次的发射 如果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 那将是咱们二七零旅自建立以来的 百八百党 冷车启动检查 火箭发射权检查 把每一个技术动作 技术流程都做到极致 我们的机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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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火箭兵 是祖国的直箭流 长箭万里 斩退一切 这就是部队 这个 就是我们的成军 火箭丘 火箭丘